南省政府宣布 一般工人最低時薪 會在今年的10月1日起 由現在的11塊錢 增加到11塊2毛5 突尼斯博物館襲擊案 当局拒捕9人 一項由民調機構Main Street Technologies 發表的民調結果顯示 就在多倫多市議會 在上週表決通過了 2015年度財政預算案之後 多倫多市民與新任市長 庄德利的蜜月期已經結束 市民對它的認同度 已經下滑到62% 與今年1月和2月的 同類調查結果相比 分別下跌了12個百分點 和11個百分點 上述調查通過電話 訪問了2426名多倫多市民 調查結果顯示 庄德利獲得多市中心區居民的 認同程度最高達到了71% 緊隨其後的是釋迦堡 其獲得認同度高達54% 至於其他在伊陶壁谷 和北約客的認同度 分別為49%和55% 岸省政府宣布 一般工人最低時薪 會在今年的10月1號起 由現在的11塊錢 增加到11塊2毛5 新的時薪水平 是全國各地當中最高 至於學生的最低時薪 會增加至10塊5毛5 而餐館服務員的薪酬 會增加到9塊8 執政自由黨去年立法 將最低工資與通脹聯繫 而且每年4月1號前 公布新的工資水平 勞工廳長裴蓮恩說 這是自由黨自2003年上台以來 第9次調整最低工資 他又說 以通脹率為指標 可以令省民收入增加 以及為商界提供可預測的工資調整 北市省上星期宣布 以當地的通脹率為指標 9月起將一般最低時薪 增加2毛錢 到10塊4毛5 杜倫多艾克林頓 Avenue 近Kill Street路段 因為有一條隧道 可能倒塌而被封閉 該隧道是為艾克林頓 輕軌工程而挖掘 連接另外兩條隧道 有跡象顯示 這條位於地下 大約15到30公尺的隧道結構不穩 但地面下陷的風險不高 市府的工作人員 預期會24小時 在現場進行維修和監察情況 隧道一旦倒塌 而導致地面下陷 可能導致高壓水管爆裂 附近地區水禁 本國電信規管部門 頒布新規 將要求本國電信經銷商 在未來向消費者提供 基礎頻道套餐 價格不得超過25元 加拿大廣播及電訊管理委員會 自去年開始就相關問題 展開聽證 早前 哈坡政府曾經希望推行 選擇付費方式 令消費者可以只挑選 自己想看的電視頻道 但廣電委員會在去年夏天稱 考慮推出更加便宜的 電視頻道套餐 並將選擇付費 列為其中的一種付費方式 目前還不清楚 廣電委員會的新規執行範圍 是否只覆蓋本國地區和電信機構 今天網上流傳一段據信 為伊斯蘭國恐怖組織發表的錄音 宣布為前一天在突尼斯發生的恐怖襲擊事件負責 至今 突尼斯當局已經逮捕了9名受案疑犯 而襲擊造成的死亡人數已經攀升到23人 其中包括兩名被擊斃的恐怖分子和一名警官 突尼斯官方還沒有對這段錄音進行確認 但表示已經查清了兩名被擊斃的恐怖分子的身份 其中一人早已受到突尼斯安全部門注意 但並未發現他與任何恐怖組織有明確關聯 突尼斯當局已經逮捕了9名相關疑犯 其中4人與這次恐怖襲擊有直接關聯 另外5人與這4名疑犯有關聯 週四 突尼斯衛生部進一步確認了死傷數字 遇難者人數已經達到23人 其中20人為外國遊客 突尼斯總理埃希德在週四的記者會上表示 當局正在加緊調查 已經獲得重要線索 未來會公布更多細節 同時 突尼斯也加強了對所有旅遊場所的安全措施 突尼斯總統府也在週四發表聲明 會向全國各主要城市部署軍力維護安全 正在日本訪問的美國第一夫人米歇爾 分別會見首相安倍晋三和天皇夫婦 他在到訪前 美國駐日本大使卡羅林 接到多個死亡恐嚇電話 日本警方拘捕一個衝上男子 懷疑和案件有關 米歇爾出任第一夫人以來首次到訪日本 他此行重點是推動女性教育權益 他與日本首相夫人安倍昭慧 在東京發表演說時表示 將尋求各國合作 米歇爾表示 日本是美國其中一個最緊密 以及最重要的盟友和發展夥伴 就兩國此次的新合作促請全球各國採取行動 未來會接觸各國領袖 要求他們加強承擔女性接受教育問題 他之後還會見了首相安倍晋三 報道指 兩人是禮節性會面 除了女性教育問題外 並沒有討論其他議題 他又到皇宮與天皇夫婦見面 米歇爾此次訪問的保安備受關注 日本警方早前指一名男子多次用英語 致電美國駐日大使館 聲稱要殺死美國駐日大使卡羅林 日本警方週四在沖繩拘捕一名52歲男子 沈谷三義指他在本月三次致電美國駐日使館 威脅要詐使館和美軍駐沖繩基地 他還可能是威脅要殺死卡羅林的人 泰國最高法院19日決定受理針對 前總理英拉的刑事訴訟案 第一次聽證會將於今年5月19日舉行 泰國最高法院當天召開記者會宣布了受理決定 按照法律程序 下一步最高法院將從法庭小組的9名法官當中 選出一人擔任案件諸审法官 按照泰國法律要求 英拉必須出席聽證會接受聆訊 如果罪名成立 英拉可能面臨最高10年徒刑 2月19日 泰國總檢察長辦公室 就英拉當政時期的大米收購項目 以玩忽職守等罪名正式向最高法院 提起針對英拉的刑事訴訟 2月24日 最高法院選出9名法官組成法庭小組 來決定是否受理此案 第一次聽證會前 英拉方面仍可以對9名法官的人選提出反對意見 泰國總檢察長辦公室 日前還針對前商務部長 問宋以及其他20位英拉執政時期的政府官員 向最高法院提起了刑事訴訟 最高法院將於4月20日做出是否受理的決定 此外 泰國反貪污委員會 今年2月已經要求財政部 就大米收購項目 對英拉提起民事訴訟 索賠6000億泰銖 約合185億美元 已經有期待了 刑事訴訟 辯 劇 辯 道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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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